小房子你刚刚说到的这个癌小症啊 其实我们也看到有过类似的病症 你努力想过办法去治疗一下 之前就是打了一年的针 然后由于家庭的问题 不打了 是因为家里是关于是吧 是家里人不让打的是吗 嗯对可以这么说吗 打那一年针的时候长高了吗 长了呀 打针就有用 对呀有用啊 所以当爸妈告诉你家里经济很困难 即便打这个针能长高 但是我们都负担不起的时候 你心里是有怨气的是吗 对有 那今天呢 我们把爸爸妈妈请来了 有请他们上场 妈妈妈哭过了是吗 眼睛都已经哭肿了 妈妈为什么会哭 看到儿子这个眼也非常难过 看到今天也非常的高兴 难过什么 难过儿子这个身材非常的难过 高兴 高兴 孩子有今天这么多好心人的帮助 走到今天我是非常的高兴 其实我们很想听听你们的心里话 我想可能任何一种决定选择 都会有背后的故事和难言之隐 当初你们为什么就把孩子放在奶奶那儿 而不带在自己的身边呢 当时也是没有办法 那个什么不出去打工挣点钱 也得被孩子看病 那当找到一个方法 有可能改变这个病情的时候 当时是你们一起决定要放弃打针治疗这个方式的吗 对 那时候也没钱了 那时候你们一年能挣多少钱呢 爷子是一个月爷子挣不了个 挣两千来块钱吧这是 两千来块钱 哦 对 也就是说一年挣的钱 还不够他打针的费用 对 他打的一针就是一百块钱 延迟了这是一年的功夫吧 这是这里也很多债 爷子没办法了 你们现在后悔过吗 非常的后悔 小房子心里可能对你们两位 对自己的爸爸妈妈 会有一点抗拒 想过方法来弥补吗 想过 其实小房子你有没有发现 我跟你爸爸妈妈对话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是非常老实 当年在那个时代 一年全家的收入是两万多块钱 要让妹妹你还有奶奶 包括他们两个人 五个人生活下去 也很艰难很不容易是不是 不是 谢谢大家